第一名是 华晨宇 第三名是 我怎么就想笑 华晨宇 是本场进演的第一名 他就是 华晨宇 华晨宇 他只用去听 他自己的画面抓的 如果现场五百个观众的话 他们如果用五百个画面 那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吗 在我心里面 创作一定是大于演唱的 在我心里啊 就是 我之所以会唱歌 是因为我每次写的一首歌 我觉得用钢琴弹这个旋律 或者是用吉他弹这个旋律 我觉得没有唱出来的那个好听 所以歌手在演唱的时候 他只是一个音乐作品里的 一个音色而已 如果一旦做音乐是做给别人看的 只是因为满足了观众的期待值的话 这个音乐会不纯粹的 他非常独特 而且通过这五年的历练 我们不见发现他这种独特 在无限的放大 你要说有人使我有天才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天才 发展以前是下一代的 中流底路级的歌手 男歌手 我现在已经是他粉丝了 又会写又会唱 翻的也特别好 而且舞台那种放松和爆发 没实力和自信 这演不出来 好有魅力啊 好有魅力啊 花花式的中国风 他这么年轻的时候 很多小孩是爱唱啥唱啥 只要现在流行什么 我赶紧跟 但是他唱的东西 他忠于自己的想法 这才是最厉害的 技术是可以不断的提高学的 但是态度 那个东西不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编排很很巧妙吧 他基本上把整首歌 全部改成另外一首歌了 对对对 改编的非常 是吗 好谢谢 谢谢 对吗 好 花花你 你等一下可不可以 让工作人帮我买一个那个冰淇淋 怎么呢 因为我等了好久了 我要吃冰淇淋 我就等待我唱完那一刻 然后就要吃冰淇淋 那歌手编珠了想上台了 对其实应该有个火锅就好了 这位歌手他上周出现的时候 不只点燃了长沙的寒冬 还差一点吃垮了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